這個劇情就是有一個短髮女 還有一個死肥仔 好像跟吉弟是同一個演員 不是啦什麼吉弟水餃 我想請教各位一件事情 想要問你們說 你們要比較喜歡看電影的人嗎 這個劇情就是有一個短髮女 然後還有一個死肥仔 看起來很噁心的那種 國外的 國外的狗狗呆 然後他們不知道是用什麼雞精 還是什麼私木還是啥小的 爸爸女就跟這個肥仔說 你千萬不要去動那個某某某 但這個肥仔還是偏偏不聽 肥仔呢就把那個人這樣架起來 就把那個人 就是架在他那一間小房間裡面 然後把那個人架 架起來 架起來之後呢每天 每天放不一樣的音樂 每天時間一到肥仔就放不一樣的音樂 然後就進去 用那個手術刀啊 或者是說手術的夾子啊 還是什麼 對對對 林列那一個人 那一部叫什麼名字 直接跟我們看影片比較快 X片 我就是要找那一部電影找不到 不是泰國片不是鬼片啦 我就是想不起那個片名 追殺比爾好像不是追殺比爾 進去那麼肥仔 NYKD54 我不要再看那一部 不要再看那一部 XX都是那些老茶貨 X 我的心好累喔 有8000多個人 沒有人知道我在講哪一部 不是鬼片 哈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一直要有 翻號啦 哈哈哈哈 不是 你先不要再害我笑 我要認真 我要認真講 劇情 什麼灌籃高手啦 我講認真的喔 好極地啊 好像跟極地是同一個 那個演員 不是啦 什麼極地水餃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私情教育 私情教育是黑人眼的 私情教育 異難忘是抓進法 哈哈哈哈哈哈哈 絕對不會是異難忘 不是趴我聲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會是趴我聲啊 不是魔法阿嬤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叔叔Google極地一下 也就不是極地 Somebody set me up over here I think that a great you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後來叔叔找到了 對岸翻譯極限殺手 台灣翻譯是極地 咳咳 是極地 當時到底 對岸翻譯 對岸翻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